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不管你是不是推理迷 如果說有一部作品結合了經典推理小說 加上《台灣知名冤案》以及後攝推理的手法 是不是會覺得很有趣呢? 而我們這次要介紹的台劇《卓劇場》 滴水的推理書屋The Leaking Bookstore 相信就可以滿足你對推理的熱愛 故事主要分成兩條線 熱愛推理小說的檢察事務官林木欽 在追查一宗疑似偽裝成意外死亡的案件時 竟然發現與福爾摩斯小說寫字的研究裡的內容極為相似 此時在城市的另外一角 經營著一間會漏水的推理書屋店長高成偉 卻被捲入了一樁疑點重重的殺人案 雖然和他一起成立推理社團的三個大學好友看似鼎立相助,卻各有秘密 而在木欽的追查之下,擠起表面上看似無關的事件 最終卻指向他們隱潰的過去 滴水的推理書屋除了本身是一個錯綜複雜的推理故事之外 也將原著小說中的《破解推理》 還有《替怨案犯案》的設定巧妙地融合 在小說裡每一篇故事的靈感都來自台灣真實發生過的刑事案件 被改編成為某位作者所發展出來的推理作品 但沒多久,作者們就會接到來自一位神秘人物阿鬼的來信 直指他們作品中的漏洞 接著故事就在作者與阿鬼的信件往來 以及推理作品的情節中交錯 形成了一個後攝推理,也就是推理作品的推理 這樣有趣的發展 而《原著宿命》裡的fix有修補的意思 正是在形容阿鬼是如何幫助作者們修補他們的推理作品 不只如此,影集裡也如同小說中一樣 引用了非常多知名的推理小說作品 甚至每位推理社的成員還有參考知名小說角色的專屬筆名 例如夏洛克、白羅、島田傑等等 除了反映了他們的個性之外,也暗示了劇情的走向 而影集中也時不時會出現經典推理作品裡的情節 像是殺人死角管裡的殺人手法 以及寫字的研究裡兇手留下的訊息等等 對於推理迷來說一定會覺得十分驚喜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藉由介紹三個影響滴水的推理書屋 最多的三本經典推理小說 也就是Wolf的Fix、柯南道爾的《寫字的研究》 以及《臨時行人的殺人死角管》 帶你一窺這部影集的魅力 並讓你在看完之後也變成一位推理達人 滴水的推理書屋一共有十集 每週六晚間9點將在MyVideo上首播 想要體驗一場精彩推理過程的觀眾們千萬不要錯過囉!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聽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喔! 電影雲答對者有厚禮相贈 滴水的推理書屋的主角高成偉 除了經營著劇名裡的那間推理書屋之外 也是一個推理社的主力社員 而在影集剛開始時 他報名投稿了某知名出版社舉辦的推理小說大賽 並以一篇名為《大大的小黃》獲得了極大的迴響 此時卻有一位化名為阿鬼的神秘人物 在網路上宣稱他的作品有問題 讓對自己作品頗為自豪的陳偉十分介意 甚至懷疑是推理社中其他成員在背後搞鬼 而阿鬼的真實身份也在劇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甚至後來和陳偉被牽扯進的連續殺人事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如同我們開頭提到的 這部影集主要是改編自台灣小說家沃芙的作品Fix 而Fix書中的七個篇章都是在講述身為推理作家的主角 某天收到了來自神秘的阿鬼的來信 點出他們作品中的破綻 最後拯救了原本作品中被設定為是兇手的角色 特別的是Fix書中的七個故事 靈感都是來自於台灣正式發生過的刑事案件 因此沃芙透過了阿鬼 不只挽救了七位作者的推理作品 更替那些刑事案件中受到冤枉的人物翻案 例如陳偉所投稿的《大大的小黃》 在原作中就是以知名的《林金貴案》作為靈感來源 講述一位男子僅根據現場兩名目擊者 以及一名未成年秘密證人 外加上一位未出現在命案現場的女子的證詞 在沒有找到胸腔以及指紋還有毛髮等證據 甚至還通過了測謊的情況之下 卻被判處了無奇徒刑 不過有別於小說裡《阿鬼》被設定為 是兩位對於推理有極大熱情的出版業工作者 影集裡的《阿鬼》的目的並不是想要幫助陳偉修補好他的小說那麼簡單 而本劇劇名《滴水的推理書屋》的英文The Leaking Bookstore 除了是在暗示漏水之外 Leaking也有洩漏的意思 就看聰明的你能不能發覺那些被洩漏的秘密囉! 而如果你對於Fix這本小說有興趣的話 以下是獨冊網站上替這本書裡的七個篇章 所對應的真實台灣刑事案件的整理 怎麼會漏水都那麼臉壯? 你怎麼知道我的店看不到一年? 你先附近喔! 你的門把很新 再加上這位店長身上男清理的空隙也沒有什麼灰塵 你的店應該沒有開多久吧? 要說到推理就不能不提到推理界最鼎鼎大名的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了 福爾摩斯是由19世紀末英國偵探小說家 亞瑟·柯南道爾所創造出來的虛構人物 福爾摩斯系列文學的影響力無遠佛界 甚至小說中他所使用的各種科學證據鑑定手法 例如鞋印、車胎痕跡、指紋、彈道學、筆跡鑑定等等 在現代的辦案過程中都一一成真 而後世凡是熱衷於偵探推理的人 無意不向往他敏銳的觀察力以及過人的智慧 效仿或致敬他的人更是多不身屬 像劇中高成偉所開的那間推理書屋 就刻意將門牌改成和福爾摩斯居所相同的貝克街221號B洞 而他本人在推理社裡的筆名也刻意選用了福爾摩斯名字裡的夏洛克 在影集裡,第一起被偽裝成是意外死亡的命案現場 林木卿發現了鏡子上用紅筆寫上了RACHE的字樣 旁邊還放了一本柯南道爾的《鞋子的研究》 這本《鞋子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可是大有來頭 因為這是福爾摩斯首次登場的故事 而柯南道爾透過了華生的視角 從旁觀察他破解了一張以牆上留下的血字作為開頭的連續殺人事件 並在過程中首次發揮了他最廣為人知的推理方式 演繹推理,從此奠定了福爾摩斯後來升職人心的形象 也因為血字的研究被推理迷奉為歸孽 因此林木卿認為涉案的人應該熟知推理小說 才會將調查的方向指向以高成為為首的推理社團 更在初次造訪推理書時發揮了他的演繹推理能力 從《門把狠心》以及《骷髏上沒有灰塵》這兩點已知的大前提 歸納出電應該開不到一年的必然結論 有趣的是紅旗一時的英劇《新世紀福爾摩斯》 也是以這個故事作為系列第一集的靈感 但是做了一些小修改 把A Study in Scarlet變成了A Study in Pink 所以如果你看完了滴水的推理書之後覺得不過癮的話 不妨到my video上收看這部捧紅了Benedict Cumberbatch的優質作品喔! 除了寫字的研究之外 另一個在影集中被多次提起的 是日本知名偵探小說家《臨時行人》的《殺人石膠管》 這本於1987年出版的小說 當年在推出時掀起了一陣本格派的推理小說風潮 在那之前主流市場的推理小說以社會派為主 強調殺人的動機與社會背景 殺人的手法與線索相對的不那麼重要 因此對於自己也想參與推理過程的讀者來說 充滿了離奇殺人手法以及多重故事線的《殺人石膠管》 不僅新奇,更賦予了推理新的生命 《殺人石膠管》的故事敘述 某間大學推理研究會的成員們 來到了無人孤島上的一間石膠型造型的房屋 卻遭遇了不明兇手一一殺害的故事 但除了在石膠管發生的連續命案之外 小說裡還參雜了另外兩起發生在石膠管之前的命案 而讀者則是跟著偵探導田傑的腳步 慢慢揭開三起命案背後的關聯 以及兇手匪夷所思的殺人手法 在影集裡《殺人石膠管》的影子可以說是無所不在 例如高成偉所屬的推理社團的團員們 各自有一個取自知名偵探小說角色的筆名 就和《殺人石膠管》中 推理社員們使用推理小說作者當作筆名如出一撤 或是劇中有許多的《殺人》手法 也刻意致敬了書中的情節 就連影集後來的劇情發展也如同小說一樣 會牽扯出另外一起 多年前發生在劇中角色們身上的慘劇 《殺人石膠管》不只在當時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更讓臨時行人趁慎追擊 以島田傑作為主角 推出了一系列以管為主題的偵探小說 雖然《殺人石膠管》並沒有被翻拍成影集或是電影 不過倒是有推出漫畫版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找來看看喔! 在節目的最後我們還想跟你分享一下 這一次《滴水的推理書屋》背後的推手卓劇場 或許你不知道 近年來台灣好幾位知名的實力派演員 例如劉冠廷、許光漢、孫可芳 當年都是因為出演直劇場單元劇後開始走紅 而這個系列不只培養出許多優質演員 系列的作品也入圍了兩屆金鐘獎共24項 並且榮獲了9項大獎的肯定 在當年扎根的種子漸漸茁壯的現在 直劇場決定更名為卓劇場 取自於卓巴郎的血音 以簡單、紮實地做好每件事 也有茁壯的期許 而當年幕後推手之一的王小弟導演 除了召集了第一代成員們回歸之外 也申選出八位新生代演員 將改編八部台灣作家的作品 題材包括了《靈異恐怖》、《懸疑推理》、《愛情成長》以及《人物傳記》 而首部登場的就是今天介紹的《滴水的推理書屋》 而接下來買Video上還會陸續推出卓劇場的其他作品 劇迷們千萬不要錯過了喔!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這部影集了呢?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感想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替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